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鄉親朋友 大家好 非常收看村民台诗 孝神 今天村民台诗 我和鄉親有關心的 黑漏故事的講題文議題 其實現在要跟歐陸駱駛的報復和韓國對人的發展來說 已經變成的全台灣都關心的議題 其實我先來鄉親的了解 現在要跟歐陸駱駛的討論的全歐陸駱駱駛 共調教的報復的太淡歐陸駱駛在哪裡? 在桃園 桃園是全台灣青島行業的所在 第二篇還有很多動體片 在全台灣為其的客家文化 第一,因為有一個學家文化 在西木桂園的學生有很多民眾 都會議師太會來錄身 故作有同體片的學用客家文化 在桂園沒有全台灣為一個學家文化 運文文化 不過其實在桂園 在桂園中中有27公里的歐陸駱駱駱駱駱駛 在桂園都會有歐陸駱駱駱駛 不過這些歐陸駱駱駛 比不上桂園駱駱駛都保存得更好 提片的太家關心到位 就先前進行的考古節 還有朋友講古語 再一次就要挑戰 很多投展後 目前總是要受 sore 天然互相做的 洋洋多位泰棠歐羅古沙 就全部都在討論 先讓大家介紹今天參加 台北英雄雄雄雄 正方的推表 董博太后 生命口號內業夫高蘇 文貴仲 文高蘇 主持人還有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楓洋高蘇 台北英雄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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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大家好 在海岸的海岸的海岸 在海岸的海岸中最低潮性 最低的平行地延伸出去 因此,海岸的海岸 都做不到做海岸的海岸 所以,海岸的海岸的海岸 海岸的海岸的海岸的海岸 我們現在看新聞樣片 在各位觀眾欣賞討論 在海岸的海岸的海岸的海岸 再一次說明 就是三街沒有蓋在藻礁上 三街的工程已經蓋了三分之一 大潭藻礁還在原處 這就是我們三街在外推方案的努力 我們先避開了岸邊的潮間帶的藻礁 只用既有的已經填過的地方 把開發面積從馬政府時代規劃的232公頃 縮繳九成 總主第三天日去這十一站 在本來如泰淡造交的廣東工業區 同工業港開發案 在999年都已經通過寬頻 後來改造總主三街 開發面積如230億公圈 輸得外蓋衣服 所以主要逆控一半年提出規劃替泰淘汰方案 感受開發面積到23公圈 通過管警察的分析後 三街開始造工程 不過兩工程和它發生另外 促進造交的破壞 停止執行 三街停工 環保團體時 三街的工程和機械網有破壞造交 各有企業土地的好印 兩三個一派 香港有破壞的體育中 採山都被控散服的生態 本環保團體提出真愛造交工程聯署 在台灣工程 提出由民間發起的 生態保障率造交工程聯署 兩百個工程 才看到真相 思辨一下 那是否政府安永的做法不好 我們本期的小小的教訓 本期提供 安永中愛的人民無人同 安永我們過家 就有機票過邊了 2021年5月 中如提出三街外送方案 將中共各順序 四百五十五工廠 都會暗線 一千兩百工廠的威懾 和我中站鏈鏈接 增加海水通過的空間 強調沒有疫情 並沒有團共 沒有對組織相害 共同情地 正來回應公條注文 但是中外組織聯署的訴求 在外頭組織 放棄任何的工廠 送方案注重無窮 反部團體 先前一切都說 總統 先前 提到過的世界 是說到一機法 用到威懾骨骰的運損 那一機法呢 總統 要在二百就做一個負因 負因就說呢 他講的 要運損的威懾骨骰 講的那個關心的威懾骨骰 那他關心威懾骨骰 竟然運用保存下來 因法的報復器 幫他好好保存 所以 二百 公條房 曾芳 再提出這樣的意見 可能負因那種 總統的政調 並不破壞了威懾骨骰的行動 郭忠祐 再次先請 olmak 曾芳 唐廉臣 西廣釋帶到國家的條件 原本 屬於台下都在 也跟議題已經變成全他們的關係 和議題之後 內年傳統的議題之後 主要是說的 公署主要是說 第二掉到 不公天 剛才我們在做工廠 做得到他們就要提出這樣的想法 和這樣的訴求 請來跟他們說明 當時我們所依據的資料 其實都是由中油公司 他們所提供的評估報告書裡面 相關的探測資料 以及相關的學術論文 其實後來中研院陳照文老師 他在對於早教的部分 其實他在有受農委會的委託 去做一個類似的生態調查報告 當時報告的一個結論 其實他也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說他認為目前G1區、G2區的 一個生物多彰性 確實也比關心藻礁區的狀況 還要來得好 所以當時他的建議是認為 G1區、G2區 也就是現在要興建第三天然氣接收 在內港裡面的這個部分 他認為這邊應該要劃設為核心區 另外他也以藻礁生態系的 這樣的一個觀念 他認為至少要向外海延伸 四公里以上 這樣子才可以確保整個生態的一個保障 所以我們認為在我們的公投提案裡面 向外海延伸五公里這個部分 他其實是有學術的一個理論基礎 那公投法裡面 其實他有要求我們的公投的題目 必須要具體明確 所以當時在公投的時候 當時的那個審查的委員 有建議我們必須要把範圍畫出來 所以後來才會有這個 所謂的觀音溪跟這個南北的一個界線 以及向外海延伸 這樣才有辦法去特定它的範圍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好 感謝律師 理生意思的主要說 簡單來說 嚇到的意見書區主要說 要五公里內 不做不得做相關的工廠 不過五公里內 不做不得做工廠 以為我們要送房屋 送出去1.2公里按那個房屋 輸到政府部門提出 要親口的房屋 要動有生意的 他說呢 嚇到1.2公里 他不到嚇到的意見書區 天然氣我不會送來 對人家發展力 我又有政策 趙家維博士 你能夠看嗎 有關於2017 18的時候 當然也參與這次公投鐵安防 提出來的很多 在這個第三接觸戰 它有什麼必要性 但問題是我們要強調的事情就是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第三接觸戰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是 滿足我們增加天然氣的需求 那為什麼要增加這個天然氣呢 最主要的部分的话 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同步达到 所谓非和减煤的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除了是再生能源以外的话 我们当然也很需要天然气作为一个提升 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那台湾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天然气方面的需求量的话 要增加到2490万吨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供给量必须要提升 因为我们既有的接收在里面 最多只能在2025年的时候 只能增加到2050万吨 所以在这边就会有个落差 所以今天如果在第三接收战 没有办法如期兴建的时候 就会对我们的那个 补足我们这个工期的缺口的时候 就会有些落差 而为什么在这次2021年的时候 我愿意站出来 这去变成说过往其实是参与的 是有关于呼吁这个第三接收战 应该另寻他处 而为什么我在认为说 目前这个提案来讲的话 我是站在这个访范的代表呢 我这边就是要说明的事情就是 这边刚才有特别强调 有关于这个沿海五公里 这样的一个公投的主人的规范 但是在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 那藻礁里面 比较细部的调查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在水深15公尺 18公尺以下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子的生态系的存在 所以因此在这一次 我们这个在外特别方案提出之后 它在一个不俊生焦铁状况之下 已经把所谓的不可逆的生态冲击 大幅度的降低 当然的话我们不可能说它是零影响 但是它已经在一个不可能的冲击 大幅度降低之下的话 我认为说兼顾在我们另外一个 要增加天然气 然后要想办法消减燃煤 发电的一个需求之下 我认为说这个公投案 如果是最后通过的话 会对我们的减煤的其成 会有很大幅度的影响 而在这个生态冲击已经减少到 可以接受的程度之下 我就愿意出来 呼吁大家应该投下不同一票 好 感谢崔博士了 大家俄罗故事都太大关心 不认为我看前 差不多是医生年前的事情 不过几种时 其实就算有通过相关的规判 不过都没做 一趁到约6年 总有公司和年载的东西 买下来过后 曾国庭说 我会做一个三十的田园蜜蜜 就会做一个广同的级片 再过来 因为这样的规判事情 说出的问题 在那里 相关的菜池的报复的反驳团体 就开始进行研究 而香港整体做暗胎面积的规判 对菜池的生态 对菜池的成果有7600年 这些黑鲁鱼鱼沙 没有什么影响 故事说 研究后早前前前 有很多菜山倒闭控制的 这些産富责 再过来 去其他一集的保有率通过 不过 在港村里的菜池有案整个的 副总的公司 总有公司就提出 要由它们的提退训练 这些提退训练 提出的议练就说 其实规判的面积 某种年载暗胎的 干涉的对本丹 有200人公司 变造的差不多23公司 再过来 通过公司就开始来做开工 开工公司其实菜池的反驳团体 也在当当当年历年载的 他在工厂经行中会对 厄罗古撒的肯定出生用途 当前警察发现 在30年当年3日来的时及 警察在做真空的工厂 共同 drums 他在通过工作室 引起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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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来 警察非常希望 我想說這樣的生態議題不但將那些人的關心聽不聽 我希望說更加重點 將它料理的價格的需求 故作說我們會發燃燃燃燃燃的廣告 在那裡有很多看到 那天有何容 fairly mummy 以及保留關於 informações 稍 needles 因為自分洩斷燃燃的物質 人們啊 反叫一些鳳鱤子 следующ講 在豬鱤子 在這個生態內的研究單位和研究發展 有發現到夾在這個生態內有更豐富的 請問問教師 文教師,剛才對我們的研究來說 但現在台南夾在團水柴體內做研究 雖然夾在這個發現到 夾在這個生態真正有更豐富的 好,根據我們自己實地的調查 還有中油委託一些環評公司做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藻礁地區的魚類確實沒有那種特有種 或者是保利類除了紅藥雅脊礁之外 但是我們發現很有趣的是 在裡面的物種有很多沙地形的物種 有礁岩性的物種 也有珊瑚礁的物種 所以以一個藻礁來說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這麼高的多樣性 然後加上我們自己團隊 過去有從北部和南部墾丁 跟東部跟西部的潮間帶的資料做比較 其實桃園藻礁的物種多樣性是相當高 所以這是魚類物種多樣性的部分 然後在漁業的目標 魚種我們也看得出來 大潭藻礁或是其他藻礁是當地漁業活動 重要的一個區域來源 所以我們也調查到一些黑鵰、烏魚 或是一些死守魚、舞魚之類的魚類 當然以紅肉鴨基礁來說 日前其實海洋大學的劉光明老師 他們有宣布一個事情 就是說其實這個魚類在西部的地方都有 並不是只有大潭有 可是我們從這個報告可以看得出來 在西部其實他們都是從漁船捕捉到 可是在藻礁這邊其實是潮間帶這些魚會進來 在看以保育這個物種來說 其實我們台灣其他西部沒有任何的保護區 或是保育政策來保育我們的紅肉鴨基礁 所以如果未來大潭藻礁這邊 真的形成了一個保護區 然後進行一些漁業永續或是核心區的管理 raid 電風管理 才可以達到紅肉鴨基礁 不管是物種的保育或是魚躍的永續利用的一個目的 ughter environs 那個學員 這個歷史的脈絡 其實剛剛看板裡頭 Mortal 我覺得還不夠 應該要遠回去推到1992年 當時因為區域性的供電需求開始談大潭電廠 然後後來因為核能電廠除役 核一核二廠除役 又產生所謂的供電的缺口 再有提出大潭電廠擴增燃氣基礎容量的問題 因為有大潭電廠 還有大潭電廠擴增燃氣基礎容量 相對的就是有天然區的需求 長期以來北部地區的用氣需求 都得靠一接跟二接 一接在高雄永安 二接在台中港 也就是台灣北部的用氣需求 長期以來都是靠著南氣北宋 中氣北宋 導致兩座接收站的設備使用率早已破表 那為了究竟供應北部地區的用氣需求 加上大潭電廠新增燃氣基礎的用氣需求 才會選擇在大潭蓋三接 這個大潭蓋三接不是中油接收了東頂公司之後才有的 1996年跟國民黨很親近的財團 知道有大潭電廠之後就開始提出 官塘工業區開發計畫跟工業專用館開發計畫 這兩個計畫都是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前 國民黨執政時期所通過的 所以三接蓋在大潭是應該回溯到1996年到1999年那段時間 我想強調的是 國家供電跟用電需求有它的延續性 那政策上也有它的延續性 好 謝謝老師 先看它吞吞吞吞的樣片 了解說 折到禁止部提出的縫燃算很用白 我們就看樣片 折到禁止部提出的縫燃 其實折騙油 議員他們的Q縫燃就會按反 知道了都會議員一半年 其實就已經完全避開潮間帶的藻礁了 再來 不但它這是離岸700公尺而已 知道了折騰一個新縫燃 就是1.2公里 就是部長所說的 台北查條行都總政經驗通 也有的路線 再再來看 折騰的 折騰的外送的方案 既然 離岸的 黑駱鴿沙的 選法的範圍更嚴重 截圖下來 待折騰下去看 2015年的舊方案 那兩百三十億廣棄 包含折騰的 折騰的 居然期和居然期的黑駱鴿沙 再再來看得到 折騰的主意 我選的方案 既然離岸的駱鴿沙 有1.2公里 如果1.2公里 那次都說 對柴鐵的報復 那是請問陳律師 要請問陳律師 提出政府說 親友審議的貴山方案 不過 剛才說到 他們要訴求 那是5公里 然後1.2公里 那是正經比組合去 當中 不相信 不相信新加坡 也有其他官法 請問陳律師 其實政府 他有很多的方案 可以去考慮 但是他在一開始都跟我們說沒有 那他也不願意把它評估的資料 公固出來 我覺得這是對於整個 民主程序上面的一個 就是民眾對政府的一個不信任 那今天為什麼他說是1.2公里 老實說那不是什麼大道理 因為再超出去 就要重做環評的 他就超出了那個範圍 所以不是說什麼 他們調查 這1.2公里是最佳最好 最怎麼樣 非常的簡單 就是因為再超過 就會超出原來環評的範圍 他就要重做環評 等於重做環評 就等於是說 像一開始你們所訴求 要牽引到台北港 要重新做環評 是一樣的時間點 可能都要很久了 時間點到會不會很久 老實說 就我們自己的評估是認為 在台北港的部分 事實上它其實是已經 屬於一個比較開發的狀況 它並不是一個屬於天然的狀況 那至於這邊的情況 其實不管它是怎麼樣的一個外衣 甚至將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將來它也有規劃要在外海的部分 再做兩個除草 那兩個除草 一樣還是要做環評 那我們想要去跟各位觀眾去表達一個重點 就是說其實剛剛反方會一直去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天然氣接收在它的興建的目的 是為了可能是2025年的一個公器 人員轉型上面的一個順暢所必要的一個途徑 但其實我們會一直問政府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你為什麼沒有說2030年 你為什麼不去說2035年 甚至2050年 因為從我們的資料裡面 他們的講法是說他們希望三階的興建 是為了大潭的7、8、9 尤其是8號、9號 但事實上8號、9號其實是在111、112年 陸續就會完工 但是我們的觀塘是在114年才會完工 換句話說它其實有兩、三年的一個落差 那當時經濟部他們在全國電力供需報告裡面講得很清楚 他們認為這個部分可以透過調度來解決 那當然我們就會追問他說 那為什麼後面不能繼續調度下去 他就跟我們說他沒有辦法長期調度 可是如果按照經濟部自己的電力供需報告 從115年開始 他的備用容量其實都已經超過了法定標準非常多 甚至116年 那個時候都已經是 就是感覺不會有什麼缺電的一個情況 那為什麼他不能再努力一點點 就只要再努力一年 他就可以保護7600年的藻礁 好 感謝陳律師 陳律師說到位的春天主會說 其實他的體驗是對人的過程來說 他在那裡就有很多朝鮮人員 故事說 他說這樣發展 會這樣發展 會這樣發展 可以用三年來做的能源工人去轉型 也請到陳律師 兩個問題 第一 他在外送的方案 他在那一年 他在那一年 會會做兩年的工廠 那兩年的工廠 天保不辭 他的問題 再過來 歷史沒有說到 他說跟他建造朝鮮人員 他沒有先前說到的 那會鑑油使用發展 做按照的工廠 做這些事情 那會鑑油恰富 一個成本效益 我們這邊要再次強調 一件事情來講話 就是天然氣它是一個橋接的能源 但是它也是一個必要的橋 這樣能夠讓我們走過去 走到我們想要達到 所謂的精靈排放的一個過程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當然有幾個觀點 要必要讓大家理清 第一件事情 的確大家不用擔心說 真的是這個公投通過 那台灣就真的會無電可用 會產生很大的缺電危機 我們這一塊 我們真的不用擔心 就是說這個電的供應量 到底夠不夠 但是我們要在意的事情就是 今天我們不是要去看說 我們就是夏天的 我們今天要來講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一整年來講話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 發到足夠的天然氣的發電 然後去把燃煤發電能夠降下來 所以我們要強調的事情 是這樣的一個趨勢 現在我們的一階二階的擴建 在2025年的時候 它的能夠讓天然氣的增加比例 可能就是大概是42到44%左右 所以因此來講話 就跟我們原本如果有一些三階 可以充足的供氣的時候 可以帶來的那個 增加天然氣的幅度的效果 就會有些影響 那這邊這樣一個落差來講的話 就會造成是說 那可能會是用燃煤發電去做填補 那在燃煤發電去做填補的時候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 不論是我們的一些 中南部那邊 有些電廠上面 可能的儲藝的一些規劃 然後以及是還有我們的一些 短期裡面的減碳進程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來講的話 我們這邊有提到說 那如果說大潭的8號9號機組 好像會比那個天然氣接受戰 更早可以上線 但在這邊的話 要強調的事情就是 在8號9號機組它上線的時候 它就因為那時候的天然氣的供應量 沒有辦法那麼充足 所以真的只能用一些調度的方式去 讓它營營 它沒有辦法全面發揮它的 每年可以發揮137度的這些發電量 所以在這邊的話 如果在2025 我們有這個三階的供應的需求之下的話 它就可以有辦法能夠 充分發揮它的發電能力 就不會讓我們說 讓我們在這個 所謂的 就是在那個增加天然氣的過程中 我們少了大概 110度到137度左右 這樣子的一個 又一個增加天然氣的缺口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的確它的除槽量 它沒有像是 中部跟高雄的那個 增加的除槽量那麼多 但是問題是 你在北部有兩個除槽 在那邊的話 就對於一個區域的調度 建構整個台灣的完整的 這個公氣網路來講的話 其實是很有幫助 其實是有幫助的 而且是有這樣子的 這個第三階段的 這樣的計畫在的時候 我們才比較有機會 可以讓我們的公氣安全 我們的安全存量天數 有機會能夠提升到14天以上 就大家比較不用擔心 說我們在邁向非核解明的過程中 可能還會增加一個 所謂的能源不安全這樣的一個因素 曾峰推廟 您說 我們在北部有多種類的 其實比其他地方有多種類的 雖然比較少 但是從北部來講 那些貧富、氣味、天命 那些動作的建設 那些工廠 是這樣的意思 謝謝老師 所以說 其實曾峰順峰 面對他們的三者 做一種做 大家都有各個的 堅持韓國立場 但是 既然有油槍的內容 有限 柔道內容 其實那些事件無法突破 都現存的 結果就有油嗎 關掉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意見 我們不犯重油 我們不犯天然氣 你說反對 就在那裡自然地盡 又是那麼好的藻礁的味噌 他們都說 在開發實在是打送體 他說當初 你說 中頂早期 後續的蔡政府也好 他說 那個時候能夠異地 再找一個更恰當的味噌 去做第三接收站 你提防都動犯羊 就是我們還有海洋客家文化 在這邊是全台灣 就是全台灣 大概只有這邊有客家漁村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認為如果一個環境 如果破壞 它的環境破壞掉 其實對文化也會有影響 有可能以前一些 跟客家有關的一些 漁業的一些用詞 可能說當你的海洋 這邊的海域 如果再也沒有辦法做以前的 傳統的一些學語法 有些語言或是有些文化 就會消失掉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多元的國家 我們其實每一種文化都非常的珍貴 照白的眼球是沒有看到 跟這片的作教到底和我的海洋 因為是共產業下的 到底有有沒有很難講 但是主要的範圍 是好把海洋鳴片 因為我送出去的 你點議講你的 那才能不能告別的海洋 只有在港口 不是很好的 要用港口的方式 外推離岸已經1200公尺的方案 已經跟2018年11月8號 我辭職那時候的方案 已經是不一樣了 現在這個方案 不僅它不會破壞交替 而且就是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又 因為雖然已經延了兩年多 但是基本上大致上 它還是可以兼顧到 減煤、減空污以及減碳這樣子的 我們講那個中南部居民的 那個長久以來的期待 以及政府已經宣示 2050年的這個 淨零碳牌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其實雖然大致上 對那個外送的方案 不會挖、不會駿生、若欠事情 那是重點強調的 在國人裡 因為在主要說 其實對生態的部分 做到親手親手的 故事送出去 1.2公里的親口的方案 不過今天 人家的正方特朗面有說 其實5公里內 那既然就有說 沒有一個規法的素材 這個手材 手材的方法 1.2公里做就做 沒有錯 就是因為你往外推 那卸下來的天然氣 一定要送到岸邊的儲存槽 那不可能在海底挖 挖潮溝 埋那個書器管 所以就用站橋來架設 所以那個站橋基本上就是 上面會有一個管路 把國外來的 義化天然氣運輸團卸下來的 液化天然氣 送往岸邊的儲存槽 那為了降低破壞 這個站橋是採用最少 就是橋墩最少 我的了解是 橋墩跟橋墩之間的距離 是75公尺到110公尺 所以在橋墩的下方 難免會碰到藻礁 這也就是為什麼經濟部在昨天 前幾天提到 那個落橋墩的地方的影響 大概是0.4公頃 佔整個範圍的萬分之四 這就是沒有辦法避免 而且已經盡努力把影響降到最低 傷害最低 對 那因為站橋它是裸空 所以就跟澎湖跨海大橋一樣 海流可以流通 所以就沒有阻斷 就是靠著沿岸南北流移動的生物的移動 就沒有阻斷的問題 所以大家擔心的會不會造成很嚴重的生態破壞 透過外推方案之後 因為外推之後 那個通水面積增加 水流交換的速度也增加 所以我在那個說明會裡頭才會提到 未來大潭海岸是一個生態豐富的水族園區 而不是林教授所擔心的海鮮鍋 好 感謝老師 文教授 贏了一個範圍用版 其實剛才泰卡都說到 政府這樣做 沒有藥當成的 香港人要用沿岸的封鎖 基金三塊 在黑鱸鱸鱈的生態 對其的樣貌會感到清晰的 跟日本的 旗艇研究所在的官方 對他們說 我們在天風峰做工廠 聽到樣貌到啦 不過樣貌清晰的世界 我們真的就要這麼悲觀的看它嗎 藻礁它的生長 其實有很大一個原因 是來自於海浪的一個干擾 所以它才能夠形成優勢的沼種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外推方案 不管你外推幾公里 就是以目前的這個方式來看 它其實還是擋住了風浪 所以對於海洋這個物理化學的影響 第一個風浪就還是消失 它是怎麼樣影響殼狀珊瑚藻 就是我們藻礁主要造礁的生物 其實不瞭解 可是剛剛老師說海流還是持續啊 對 海浪跟海流 一個是從外海垂直拍到的是海浪 海流是平行海岸線 當然謝老師提到澎湖跨海大橋 其實我也是覺得剛好用這個例子 因為我們也在澎湖過去做了一些研究 澎湖內灣裡面其實現在有非常嚴重 懸浮沉積物的影響 就是因為你雖然蓋了橋 有水流通過 就像主持人現在這個 同影片的這種顯示 水流流速改變 可能就會改變生態系 雖然這個外推方案增加了水流通過 這個增加是把全部封起來跟開洞 但是它還是比完全敞開 是有很大的差異 這些水流降低之後 我們看到的以澎湖為例 就是懸浮沉積物增加 內灣裡面都很嚴重的懸浮沉積物 所以過去裡面底漆的一些生態 都消失 只有剩部分的生物還在裡面 這些懸浮沉積物增加之後 本來在底下的藻礁的孔隙 或是其他需要這個環境的生物 可能就會減少 當然我們今天先不要談淤沙或是塗體效應 單純水流減緩 沉積物這個部分我們就沒辦法解決 當然剛剛謝老師又提到 我們系上林慧珍老師有說 這個溫排水的問題 也許今天它排出來的熱水 跟冷卻的冷水可以中和 但是目前看起來這個設計是在 外推崗的兩邊 你要等到中和也是慢慢到中間 所以排出口對於生態的影響 根據文獻 我自己也有去做一些文獻的推估 其實都有 除非今天他們能夠設計到 冷排水跟熱排水 在排到海裡之前 就先做均勻混雲的動作 不然的話這些溫差的影響 對海洋生物還是有影響的 好 感謝文教授 現在就說 其實無論天用的鳳凰 真鳳凰就有遲到 做得不可以做陰謀的工廠 在街的清後的 不過現在1.2公里 就說 政府提出的清後的鳳凰 接下來的 陳老師 你跟文教授說 跟請請說 然後文教授說 可以再補充嗎 第一個的話我要強調出 有關於溫排水這件事情 就是溫排水這件事情來講 最主要是因為 來自於是電廠那邊的因素 所以今天 除非是我們完全不要大談 這幾個燃氣電廠 不然的話我們對溫排水的影響來講的話 這次的那個 就等於說 這個接收站所構築的提案來講的話 它對整個增溫的增量來講 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關鍵我們要去處理溫排水的問題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趕快去推動綠電 然後能夠把我們這些 火力電廠全部都趕快淘汰掉 這邊的話是最關鍵的事情 我們的確在未來的 未來10到15年的時間裡面 到2035年之前的話 我們的確都會增加這些天然氣的需求 因此我們必須要做好這些 天然氣接收設備的一些橋接措施 所以因此我們強調的事情就是 那我現在支持的這個第三接收站 不代表說我真的還會去支持 這是接收站的無限的擴增 不可能是到那個後面 什麼七接八接我們都還會去支持下去 因為這樣來講的話 根本路徑上面是有衝突的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在這個第三接收站 跟其他接收站相比來講的話 它是目前在短時間裡面 它能夠去提供這些我們的公器需求的 那在這個部分上的話 我認為說就還有它的必要性 特別是我們應該要把 目前這個在外對方案 跟其他的替代方案 包含就是正方提出來的 台北港的替代方案 放在同一個天秤上面 大家一起去比較 比較它的可行性 比較它對那個減煤失程上面的影響 然後比較它對生態的衝擊 我覺得這邊這樣均衡之下之後 作為我們一個投票的選擇 會比我們只看就是說 到底全部都要投的統一 或全部都要投的統一 來得更為明智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是呼籲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去比較一下 我們今天在節目上面提出來的 各個替代方案的一些優略之後 再做選擇 好 感謝趙博士 跟陳理石 博士講到的 其實基督念是那個希望講 三隻組的組合 不過不是無線上綱 七接八接等等的基督都接輸 不然這樣啦 其實安住的基督念延長 是在科學士 可能三隻會有這樣的需求 他們就要想法 他們說他們就要 論編之後 對一齊猶豚 就要某種的素材 一起在一個修正 故事說 雖然會在台北港 他們就要需求嗎 那今天不管它 其實當時在評估上面 不管是台北港也好 不管是林口港 不管是麥寮港 或者是當時有提出來的 福東市的方案 那甚至是所謂的調度 由一接二接新建的調度 我想這個當時都是一個選項 是 但是當時的情況 我覺得可能大家當時都已經忘記 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 當時是政府不願意去評估 他不願意去把這些資料公開來 他就咬定我就是要在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產生這樣的一個行政成本 那今天我覺得今天會有一個 就是說一連串的錯誤之後 然後他告訴我們 你就忍一忍 所以其實我們當時在意見發表會 有提到一個觀念就是說 對今天三界是一個案子 我們之後 不管是不是能源轉型 我們很多經濟開發的案子 陸陸續續都一直在環評處理 如果假設今天政府的態度 他是這樣處理事情的話 那我們會認為 他其實是違反這個環境基本法 也就是說他其實在碰到環境 其實環境基本法 他的立法精神裡面 只要認為他的環境有破壞 就是沒有辦法回復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應該要優先考慮保護環境 而不是優先考慮經濟開發 那剛剛趙博士也有提到說 對他們可能將來不會去反對六階七階 但是這個量體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的疑問就是說 這邊的港蓋下去就蓋下去了 那政府剛剛的這個說明裡面 也說不菌挖 但是我就開始想像一件事 不菌挖那些海堤是怎麼來的 難道那些是天上掉下來嗎 那些東西不菌挖怎麼蓋上去 不放東西怎麼生出來 所以其實這邊東西就凸顯了一件事情 就是政府只講好的 就像他一直跟我們說 他在現場有去拍藻礁沒有被破壞 那我們就會跟他說 那你為什麼鏡頭不是對著工程開發的那個方向 而是對著沒有開發的那個方向 你一直拍沒有開發的方向 當然它都長得好好的 但問題是你轉過去看工程開發那一邊 現狀就是我們現在去看 像這個電視上這邊的螢幕 這個G1、G2區中間這邊 前天去看的情況 G1的藻礁區這邊 基本上已經有嚴重的淤積 所以其實今天它在工程的過程裡面 都已經有造成這樣類似的一個淤積 或者是包括那個水變混濁 為什麼會發現 因為我們其實很常會去做自然觀察 那個螃蟹上面本來其實是乾淨的 後來它會有附上一個像淤泥的東西 就是淤泥或是什麼不太清楚 那我們去看的過程就是發現 觀察到的次數很多 也就發現說那邊的東西 其實感覺上生物是已經被一些東西蓋住了 當然我不是那個專家 我不曉得那個是什麼 可是我們眼睛看到的 小朋友眼睛看到的 不是我們看到工程而已 就是做出來的地方 其實整片就是被影響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一直覺得說 如果他們的想法是認為 只有眼睛看到才叫做影響 那這樣其實我們會認為不是很客觀 好 感謝陳律師 現在看到大家也說到 無論在廣場方面 也在在廣場方面 大家也在在廣場方面 也在在廣場方面 也在在廣場方面 沒有共用的看法 還有哪個意見 在影響就沒有看得到 我們再繼續看影片 在廣場方面 是廣場幾名加創的田園變成 自個安東年來開選的工場 快起京都 幾名無法吐息安全 對三者還沒有起床太談 看法也沒有困難 這個東西我們創的 它還有在生長 對不對 這不是說萬千事實 對不對 所以說 這要動一動 動植物體 就在地圖 對不對 希望去保留下去 公投的部分 你現在政府的重大工程 它現在都已經進來了 它已經進來了 你再舉辦公投的話 如果否決掉的話 會造成我們又一次的 人民感情的撕裂 是個目標 但三者不記輸器 共鐵不如問題 我們把它從2014年 一年要用到1839萬噸的煤 我們把它降到去年 用到1229萬噸的煤 降了足足610萬噸 那這樣的降煤 是因為我們在北邊的通宵電廠 三部機組完成了 那麼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天然氣 來增加供電 可以減少台中的燃煤的使用 我們現在的那一階永安港 它現在本來有6個除草正在擴增 有再增加3個除草 那二階也在擴建中 本來6個除草 那還要分批擴建6個 再加6個除草 變成12個除草 那五階的部分 它的那個入浴的部分除草增加 就是新蓋除草的部分 也是通過環皮 然後都已經發包要失蹤 基本上古墳的沖增除了生態報酬 還有燃煤的比例 回頭部副作主要生態 只要燃煤的比例 投降的恐怖目標 和氣質理環境保障密碼 我們投降的副作主要生態 那部分我告訴到 其實它跟剛才說 我們做田園機接觸 T3田園機接觸 那個地方我們做到的 就是年燃煤的目標 我請教他做那個車身上 其實它還說 我們做一個310田園機接觸 其實它在幾年做的運作 韓國做的接觸田園機接觸 那個當中的 有3456年 不過 沒有人提出說 其實在台湯的片 驅到會上 不會安好 故事說 要兩人的 所長在哪裡 不然你要面對我們 算命嗎 那中油公司有根據大家的意見 那特別委託中央大學 利用資料驗證過的數學模式 加以推估 那推估的結果顯示 在觀塘過去11年 2010年到2021年之間 每年可以進港的天數 大概在331天到350天之間 那平均每年是341.9天 很長耶 就符合觀塘港的這個需求 這個部分是根據 中央大學推估出來的結果 那我還是要回到剛剛我建議的就是 有關三階的去流和去何從 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從國家供電 跟用電的需求等等多元的角度來思考 而不宜以單一個面向 比如說只單純從藻礁保育的角度 來看待三階的去流 我想從多元的角度來看這個議題 也比較符合環境基本法的精神 我們除了講這個外推方案之外 我們政府也說了 我們中游接下來 除了每年2000萬之外 還會撥10億 來做這個環境的維護跟保育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既然要開發也要保育 這個部分就是你所說的 共存共榮的一個方式之一嗎 你也可以把它解釋成為是 政府的一個善意 也可以把它解釋成為說 你不是都說沒有破壞 幹嘛要保育呢 就是說這個動作也引發兩個方面的批評 那這個時候就要看你願意從善意的角度來批評 還是認為惡意的角度來批評 就是政府願意來付出 表示政府已經接受大家的建議 願意積極來參與這件事情 那這也讓我想到說 只要台灣在大潭在 藻礁就會在 好 感謝老師 謝謝 不過今天影片請到文教師的 今天贏的觀點 政府會拿出按他的生意 我來保育在那裡的藻礁有什麼 要替他的重點 營養的困難事情 用錢來好好地保育 聽他的重點不是說 他說沒有主要跟田園去接受 我們要減眉這件事情 沒有按過 你認識的東海大學那個總部 總部通常說 家常都要遇到空氣無涼的影響 因為聖法的總部 面對空氣無涼的影響 不敢吃到 任何聖法會遇到影響 不過這樣 再看一看 因為做地產品 才不知道 有說做不到 要保育聖法 這個兩個論點 你的看法是什麼 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個天然氣接受站 然後他能夠有用科學數據說 我只影響藻礁生態系 某種程度10%或說5%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來談看看 可是現在看到政府所說的誠意 我覺得其實是表面的 就像剛才憲政律師有提到 很多資訊都沒有跟我們講 然後在幾次的這種討論會議裡面的時候 我也有參加 表面上看起來 中游或是執政黨有一些想要溝通的看法 可到後來我們提出了一些建議 完全沒有公開或提供一些資訊 對 我們就覺得說 所以到底這個誠意是真的有誠意 還是只是做表面 甚至剛才謝老師有提到說 橋墩的數量 因為現在選擇這個數量 是因為再增加寬度 成本要提高 成本提高就是 那你對於藻礁的價值放在哪邊 你覺得我們要怎麼樣去避開 做一個三階 是可以讓藻礁減少傷害到某一個程度 當然如果今天我們有一個天然氣接受站 是透過科學的資料 然後跟我們講說 我們水流只有降低10% 所以懸浮沉積物不會在那邊 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影響 我們都可以接受 可是實際上不是 實際上我們就只是看到他說 我們有開動了 誠意很好 然後這個港還在那邊 我們也看不到其他的這些影響 所以就以目前的資料來說 我個人還是會投下同一票 覺得目前藻礁的設計 其實沒有辦法提供任何科學數據 保證會避開藻礁的傷害 甚至可能主持人沒有提到 現在在學界裡面 有一些不同的爭議 非常多 很多的老師 他們就是支持三階 因為他們說有10億給你做研究 這個給你做研究 我說實在我覺得不是給我做研究 這個10億會去哪裡 如果今天這個10億是在改善 我們的工業區的污水 改善這些水質 為什麼在三階之前不做 因為那些污水就已經是超過這些 合法的排放 如果政府有誠意 就不是在三階之後才做 而是現在就去看新屋區 去看我們藻礁附近有什麼樣的環境傷害 也許今天如果透過科學的演算 在岸上的污染都沒有 岸上的沉積物都消失 也許蓋一個某種程度的三階 我們早就要會存在 可是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一直說資訊的不對等 如果資訊對等之後 有科學數據來論證 也許我們真的有辦法達到 謝老師所說的共榮共存 這件事情不會是困難的事情 但前提是我們資訊要對等 要公開 沒錯 感謝溫老師 其實念士主題 也要在田園區 T3片區接觸 因為念士有順滯的 就在台中改變有限 國中改變有孕恩接觸 也要念士基金有的 就跟太家說到的一階二階 不過三階後 其實用三階錄繡的規劃 有自己做的 當初的目標就是 用三階的安全順 用三階錄繡的規劃 也要提到十四年 其他部分的情報是親密 才跟人家說一下 其實我們說到幾年年 無論說 各部的T3片區接觸 當初的組繡 也要把三階錄繡 對田園區發展的量 要做到安全的念士 但還知道 還要說 三階錄繡的收藏能力 要攻台 要同樣的燃氣發電 這個量要完全提升到50% 那三階的征服的目標 不過如果利用的目標 對田園區的T3片區 那些獨特 就是生態的議題 就說 那些三階 能夠做到目標的阻擋跟阻礙嗎 三階到五階的這個過程中來講的話 個別來講當然都會面臨到一些生態的爭議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去權衡之下的話 要去思考說 哪一個部分是在生態充啟上面是可以接受 而且我們要更要強調的事情就是 我們在過往要在倡議所謂的 天然氣質它增加到50這個過程中的話 作為一個我們要去談那個減媒的過程中的 很重要的一個橋接的一個部分 它增加到50之後 它並不是在接下來要衝到60 70 而是接下來我們就讓 我們讓個再生人員再繼續的增加 它可以把它從50之後趕快再降下來 它到2050年的時候 它可能佔比可能只剩下7-8%左右而已 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這個過程中 我們如果沒有一個安全天數的確保的時候 會被一直人家批評說 那我們是這個過程中氧來氧氣的話 我們對我們的能源安全上面 會比較 供應上面會比較不安全 特別是針對在這個 所謂全國的這個 供氣網絡的一個建制來講的話 北部這邊的接觸站的設置來講 它真的還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有一次去4月份的時候去社區大學演講 然後去 那時候就要跟他們講能源轉型這個事情 然後就談到說 我們在綠燈上面怎麼樣 然後在天然氣這邊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問一件事情 說可是現在三接已經都是 已經連署已經沉岸了 那這個部分到底蓋不蓋得下去 你要怎麼說服我說 我們真的能夠走向非和解媒這條路 因為他覺得 在這些很多事情都不確定之下的話 他沒有辦法相信我們這些社區的民眾 沒有辦法相信台灣真的能夠走到 我們想要的那個願景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認為說在這個第三接觸站的變化 是我們要邁向那個願景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它是個變橋 我說它不是一個永久的橋 綠能跟節能才是永久的橋 但是問題是我們要先有這個變橋 我們才不能夠停在對岸 然後一直看著我們遙遠的遠方 所以我們要有這個變橋 讓我們至少可以先往前走 暫時可以先往那邊通過 但是這個變橋搭起來的話 是我們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的 所以才會在此呼籲大家的話 在目前我們這些不同的貼來方案 我們恆良之下 我恆良之下之後 我認為說這個在外對方案 是可以接受的 也呼籲大家可以投下不同一票 這樣的話我們在能力轉型上面 可以走得比較順暢一點 好 感謝趙博士 供用的問題給我請教一下 陳律師 甘心的部分可能會先前較少廣場 不過理性的部分 其實太過了各國有鑽 贏到對港版國 第二部分 親民做的同學 甘心的部分贏到鑽片整方的需求 如果三街真的今天停下來了 沒有蓋了 政府會不會找到其他的店 會 它一定會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但是三街如果蓋下去 當然早就要破壞了 我只能說破壞了就是沒有了 我們要再等七千年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這是一個價值的一個選擇 就是我們真的想要用這麼短暫的一個 所謂的橋接或者是短暫的一個過渡 然後去把永久的東西去犧牲掉 我覺得非常的不值得 所以我這邊也希望各位觀眾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支持 第二十案的招交公投 謝謝 好 感謝陳律師 今天節目討論 大家鄉親就了解歐落鑽片的公投 無論對政府的意見 和反對政府的意見 各國提出能源鑽片 擁有的堅持 韓國三個內 香港的造作保養歐落鑽片的保養 其實沒有更用更順的方法 但是陳律師 他會說 其實我去做一個天氣接觸 他就不會反對 但是我先做一個反正的調查 自信會滾開 那三個內 我做到哪 由哪個選擇 太太好好下去 像那一段 也會有親從 有的沖點 正說 太太在那裡 為了報復歐落鑽片 但是 報復之下 由哪個做法 哪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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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你禮拜鄉親戚 搭配我自己 記得 好好我上課 明天我上課會忘記 以終究今天 出名台語 感謝大家收看 按這些 謝謝按這些喔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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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Boy 按讚 請 這ِ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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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 按讚 按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